1964年甘肃省京川县村民 意外挖出一个神秘的地头 洞中发现了足以震惊世界的西石珍宝 也就此揭开了武则天的秘密 但由于历史原因而显为人知 这件宝物是什么 又隐藏着武则天怎样的秘密 为何会被埋没半个世纪 感兴趣的老铁可以长按旁边的点赞按钮 还能触发神奇特效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件陈峰千年的宝物 1964年农历十月的某一天 甘肃省平梁市京川县城关公社水旋寺大队的社员 正在村边的一块麦田平整土地 突然有一个社员惊呼了起来 大家都在好奇发生了什么事 感到这位社员身边时 意外看到地底下突然冒出了一个大坑 看着这黑乎乎的大坑 有些好奇的村民伸长了脑袋往里一探 发现这不是天然形成的土坑 下面还有人工休息的时间 一直通往深处 大家都在议论里面会不会埋藏了什么样的宝藏 这是由村民提议下去看看 两个胆子大的人顺着时期走了下去 借着微弱的火光 他们隐约在洞中看到画着飞天彩色壁画的墙壁 在地洞的尽头 他们发现了一个门框刻满花纹的石门 还以为能见到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 但是在里面他们只发现了一个实质的匣子 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件宝物 他们将这件石匣搬到了地面 当石匣打开后 一个尘封千年的秘密也将石破天惊 指尖里面是一件铜制的方匣 它的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 顶部中间镶嵌了一朵栩栩如生的莲花 侧面还有一把小锁 锁上面还穿着一把钥匙 想到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宝物 村民们赶紧上报给了当地文物部门 接到消息 考古人员立刻赶马了村民的家中 在考古人员到来之前 旁边围观的村民十分好奇匣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当时大家的文物保护意识并不高 所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就直接将铜匣上面的小锁打开了 发现里面装着一个巴掌大的银匣子 像是一口小棺材 整体划纹 两侧还分别装饰有圆环 见到这种情况 在场的人感到有些诡异 一般棺材装的不都是尸体吗 难道这口小棺材装的是某个古人的骨灰吗 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 有人将银匣的盖子打开了 一道金碳材的光从银匣里边照射了出来 里面放置的竟然是一件香满珍珠的金棺材 这让在场的人更加好奇 里面放置的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会用一层又一层的瑕疵和小棺材包裹着 看来只有打开到最里面才能知道答案 打开后发现 十四枚金钗和一个通体精英的琉璃瓶 放置在两张苗金天花的织紧垫子上 仔细看去 葫芦状的琉璃瓶里还有一些东西 像米粒一般大小 就当大家有些云里物理摸不清这是什么的时候 考古专家赶了过来 首先观察和研究的是最外层的石霞 上面赫然雕刻着几个大字 大洲荆州大云四十里之函总一十四里 寒深四周可有唐人梦深撰写的名文 大洲是武则天统治时期使用了国号 从690年到705年武则天再位15年 所以这件宝寒很有可能 是这段时间放置在大云四的 而荆州大云四则是由隋文帝下诏修建的 公元601年隋文帝命人在全国三十个州建设立它 于是荆州大型国寺兴建 十四枚佛祖设立由高僧送往荆州 在大国寺建立设立打河地宫 致寒公养 那这里面装着的真的是佛祖的真身设立吗 又为什么隋朝的设立宝寒 会出现大洲的国号呢 为了写答这些疑问 专家将这些文物带回了县文画馆进行研究 通过查询佛教文献 专家了解到大约2500年前释迦牟尼涅盘 其弟子在火化他的遗体时 从窥镜中发现了很多精亮透明五光十四的原型印物 于是便将其称为佛祖设立 这些遗留物也被信众们称为圣物 争相供奉 传说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 强大而统一大帝国的阿域王 为了向世界弘扬释迦牟尼的佛法精神 便将释迦牟尼叙事后火化而得的设立 分为八万四千份传播到世界各地 其中便通过丝绸之路向中国传入一些 在得到这些设立之后 便大秀塔斯和地宫供奉这些珍贵的佛祖真身设立 其中就有荆州的大云寺 虽然在千年的时光冲刷和洪水的摧残下 古世大云寺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 但是一直仍是可以探索和查询的 考古专家为了验证佛古设立 是他们到挖出宝寒的地方进行现场勘察 果然发现了大云寺的塔基 这说明这些宝物确实是从大云寺出土 而且安放在塔下的地宫 为了继续探寻这件宝寒的秘密 专家们开始废寝忘事地研究时寒周深的明文 从而也揭开了有关武则天的秘密 明文是用楷书传课的 里面记载了武皇的圣德和安放设立的事件 明文的末尾清晰地记载了放置设立的时间 盐载元年 这是武则天在位第十一年使用的年号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公元六百八十九年 武则天想要成为史上帝一任女帝 但由于当时黄玄的善让旨和男尊女卑的私下 称帝之路受到各方面的阻挠 这时有人献祭 称在大云经中记载 有圣光天女将托生为女人 成为国王 彭陵转轮王江陀的四分之一 并描述了女主天下的美好景象 听到佛经中这样的描写 并将其作为支持自己称帝的理论 于是开始在全国推行这本书 并总检千名僧人 到各地讲解大云经 同时召令各州兴建大云寺 公元六百九十年 武则天其位称帝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 巧合的是 在京川修建大云寺时 意外发现了随朝塔基下面一埋的十四例佛古设立 于是更加持巨次兴建京川大云寺 修建了规模宏大奢华无比的地宫 同时召集世界各地的民工巧架 打造极致奢华的金冠因果盛放这些设立 明朝初年 一场大事淹没了京川古城 大云寺也被冲得荡然无存 再看不到当初的尊贵繁华 为什么说这么珍贵的文物出土 在当时却没有听到轰动的消息呢 原来是因为那时我们和印度之间比较微妙 所以周总理直到甘肃京川发现设立十函后 暂时不让发表这个消息 直到2004年这震惊世界的无价世界瑰宝 才被世人所熟知 与法门寺发现的佛古设立相比 京川大云寺已只发现的要整整早了23年 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 保存有佛祖设立数量最多的文物 它也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宝 1969年2013年 京川信由相继发现大云寺珍藏的佛古设立 而是发现的数量比1964年发现的要多得多 这更是震惊中内外的学术界 考古界以及宗教界 京川也因此被誉为华夏佛宝圣地 世界佛设立供养中心 目前大云寺的佛古设立还在研究 或许这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着考古人员的探寻 这件甘肃京川县出土的国宝 被定为是首次将佛祖设立的一藏制度 与中国传统的观果藏旨结合在一起 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见证 2007年8月 大云寺博物馆在古荆州大云寺原址开工建设 作为安放佛设立的大云寺设立塔建设 采用钢结构 仿堂建筑采用四小方塔的建筑形式 分为的上明七岸七共14层地下三层地宫 实现了钢结构与古建筑的完美结合 如今这房堂是建筑的大云寺博物馆 规模宏大布局严整 色调古朴庄重典雅 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关于那个 盛放于历史云烟的女帝往事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下方的评论区进行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 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 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可以在评论区指证或者私信告诉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